甲林在热辣滚汤幕后记录片第三集冲刺中 首次详细透露了自己的减肥配方 除了控制饮食 首先是坚持每天早晨五点起床 先跑个五公里 接着开始三个小时的拳击训练 吃完午饭稍作休息 下午就开始举铁 晚上再加练体能训练和心肺训练 甲林一天的运动量最长的时候会达到八个小时 每天的坚持换来的是近一年时间 甲林成功减重一百斤 但是在当时或许谁都没想到 甲林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有减肥 其实为了全食热辣滚烫中恶营 从一开始的颓废轻生到重生 再来成为一名真正的传击手 甲林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一身腱子肉出场 而且甲林的这个决定没和任何人说 就连自己的副导演都以为甲林只是要单纯的减肥 单纯的瘦 敢于和自己照进的人太值得敬佩了 可下而知在那么多的日日夜夜 甲林身体和内心受到了多大的煎熬 那段时间甲林的床头会放一瓶退黑素软糖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含着能尝到一点点甜味 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纪录片中 甲林回忆起那段时光满是感叹 9月1号那天甲林静意犹新 因为在那天她破天荒了喝了两杯红酒 吃了烤车和鸡掌 因为当时的她几乎已经感受不到自己还活着 整个人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也就是这一菜让甲林还了过来 打起精神再次出发 2023年的10月1日 热辣滚烫的第二阶段 也是第四次开机时 甲林的体重已经来到了123斤 当杀意时隔一年回到剧组 见到甲林的那一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明甲林就在自己眼前 那时没认出来 然而热辣滚烫电影的拍摄 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第四次开机拍摄没多久 剧组被迫再停了拍摄计划 如果觉得每天的训练加减肥 已经够辛苦了 那正式开始拍摄后 可比训练累多了 甲林的体能指导 直言拍摄一天的体能消耗 相当于平时训练消耗的4-5倍 而且不光体力消耗的更多 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和在片场作为导演的职责 都让甲林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果然开机20天后 高强度的工作 每天4-5小时的睡眠 让甲林的身体开始浮肿 别说肌肉了 甲林自己都觉得 自己的肉像留下来了一样 很显然这种状态 已然无法继续拍摄 权衡之下 甲林最终决定暂停拍摄 之后在专业团队的建议下 甲林开始了塑形训练 和极其危险的脱水 以尽快恢复身体状态 所谓脱水 其实就是长期不喝水 让身体里面的水排出来 达到减肥和显现肌肉的效果 体能训练不能停的状态下 脱水开始前 甲林一天需要喝10升水 脱水开始后 一天只能喝300毫升水 要为三天不喝水 再喝上一口到底什么感觉 甲林身体力行地告诉你 水比什么小蛋糕好吃多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甲林的肌肉开始恢复 甚至可以看到 她背部肌肉 呈现出了圣诞树的模样 很多小伙伴说 现在的甲林 已经不是从前的甲林了 甲林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没错 这一年间 甲林不光减肥100斤 持续不断地练习拳击 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今的甲林不光是演员 是导演 还是一名女拳击手 在第四级拳手中 甲林说自己是个特别怕疼的人 焦礼焦气的 但是在热辣滚烫拍摄现场的拳击台上 甲林要面对的是 18和19年的全国拳击冠军赛 60公斤级的冠军张桂林 有趣的是 沙翼和和坤教练补玉在台下问张桂林 冲着自己左眼来上一拳 能扛得住吗 张桂林说 会死 张桂林毕竟是职业拳击手 或许前一秒还在弹笑风声 下一秒进入搏击状态 整个人的眼神瞬间变了 只要你感动 一拳就上来了 看待如今 甲林的眼神 不经意间 有入处的杀气 或许这就是一个女拳击手 一个和全国冠军 实打实交过手的女拳击手的正常状态吧 不得不说 甲林真的很大胆 热辣滚烫电影最后那场拳击赛的第二回合 居然是持续整整两分钟了 一进到底 除了前十秒 甲林打了几拳 后面她可是基本上都在挨打 张桂林坦言 就算是职业拳击手打上一场比赛 也会累得手都抬不起来 但是被打的人会更累 毕竟打的那个人在自己的节奏里 而被打的人要去适应对方的节奏 甲林说 很长一段时间 自己都无法回看这场持续两分钟的第二回合 因为这段经历实在太痛苦了 一进到底 就意味着无法靠镜头剪切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这两分钟的拳击必须是真实的 而且更恐怖的是 第一遍甲林不是很满意 于是又打了第二次 联爱全国冠军七八十下重拳 此时的甲林已经出现了轻微脑震荡 但是当大家再次坐在监视器前探回放 甲林笑了 而其他人玩脸写着心疼 终于在2023年11月24日 热辣滚烫完成了全部拍摄 当工作人员说 导演 吃个小蛋糕吧 忍不住类物 热辣滚烫按原定计划在春节岛上映 如今时隔两个月 热辣滚烫下映 最终以34.6亿的票房 成为春节岛票房冠军 而这最荣誉甲林值得拥有 热辣滚烫下映 热辣滚烫下映 热辣滚烫下映